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全面预算目标的确定 说我们要进行预算编制了 那你得要确定预算的目标 那我们在确定预算目标的时候 要注意你有原则得遵循 那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首先一个先进性 说你这个预算目标确定出来之后怎么样 你得跳一跳能够着才可以 说我跳一跳都够不着 先进吗先进 那就不符合第二条了 跳一跳都够不着 那就不可行 说我们高块考试95分以上算过关 还有多少人考呢 如果是满份算过关 还有没有人考呢 先进没指标先进 可行没不可行 没有意义 不可行的那个指标拿过来考考你 没有意义 那你说了 我不跳 说我不费摧毁之力 我就能够完成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如果指标不先进 那就没有激励效果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先进性和可行性 两者一定要都坚固到才可以的 可行就意味着你不能定得太高 跳了半天也够不着 我就用这个来考核你 有啥意义啊 我努力也实现不了 也完成不了目标 最后导致结果我就 我就不努力了呗 是不是 或者我就不参与了呗 你们自己玩去吧 那不就麻烦了 那你占领目标怎么能实现呢 再有就是什么呢 适应性原则 适应性原则就意味着 你在确定预算目标的时候怎么样 你从外在环境来讲的话 你得符合市场的这种 环境要求 你考虑没考虑这种市场环境 经济环境 你考虑没考虑金融对手情况 这是外部来说的 那从你起内部来讲的话 你的资源状况怎么样 你技术如何 你的人力能不能保证 你通过你内外部环境分析之后 我确定出预算目标来 这叫适应性 要适应你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那确定目标你才有意义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叫导向性原则 那我们说你预算目标 它的这种确定 应该是有助于战略目标实现的 对不对 那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战略目标 它是这个使命和愿景的一个具体化 是不是 然后战略目标我们再给它细化 那就到了哪呢 到了这个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上去了吗 而我们的预算目标 那就要以这个战略规划和经营目标为目标了 是它的进一步的细化吗 这叫导向性原则 是不是 其实我们最终都指向哪呢 最终都指向那战略目标 那接下来叫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在这里面呢 首先一个 我们这个预算的目标 从横向来讲的话 它是一套指标体系啊 而这一套指标体系 内在是有联系的 指标和指标之间不是孤立的 而且呢 我们说在设定这些指标的时候 指标之间应该是相互衔接 联系紧密才可以 那么如果从它的纵向来讲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作为企业的总的预算目标 你要层层的分解下来 是不是 最后怎么样 最后到你每个这个责任人的头上去 到你最终的每个执行主体的 那个脑袋上去才可以 这叫垂直的这个纵向的 要进分解 所以我们这里面讲的系统性 通常有一句话叫什么话呢 叫做横向道边 纵向到底 这就是个完整的一个系统性的描述 那就看一看 那么你那个企业里面 关于预算目标的分解呀 那些预算目标啊 设定相关指标 符不符合这个要求呢 如果不符合 那就说明啊 你这个预算目标 确定的时候怎么样 是缺少系统性的 那么缺少系统性的话 其中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纵向来讲的话 可能执行效果不佳 从横向来讲的话 可能导致指标和指标之间冲突 完成这个指标了 结果把那个指标拉下去了 那就会导致部门和部门之间 执行主体之间就会呈生利益冲突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说在确定这个预算目标的时候 我们应该考虑哪些主要的因素呢 那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一个 你得看一看 出资人有什么样的要求吧 钱是人家出的 是不是 那就是我们所设定的 那个利润的目标 那个收入的规模 他们同意不同意 对吧 你如果说出资人的不同意的话 那说明你这块是有问题的 是吧 我们都是打工的 出资人说 你设定目标有问题 太低了 对吧 那你就得要考虑 人家是所有者 人家是老板 股东是老板 然后还要考虑什么呢 你这个单位 你原来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那就意味着 你未来目标的确定 你不能说越差 说我们原来的收入还不错 结果明年的收入开始萎缩了 我们往年的利润还挺高 明年又开始下滑了 好像这都说不过去吧 就是得看看 以往年度怎么样 是不是 我们不能比以往年度差呀 最起码来讲的话 也得达到以往年度的均值水平吧 这能说得过去 是不是 这的话才能对出资人有所交代呀 是吧 这个我们已经很好理解 是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考虑到 你这个预算期内 有没有说重大事项啊 你比如说 税收政策的变化 会计政策的变化 那它就会导致这个预算的这种 目标的这种实现了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调一下 这是重大事项的影响 那是可以调的 那么再有怎么样 就是你这企业出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按照企业生命周期来讲的话 四个阶段是不是 第一章讲过的 初创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吗 我们说你这企业呢 处于这个 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 你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呀 在初创期段的时候 你关注啥呀 我如何打开销路 如何让消费者认可我的产品 是不是 那我这个产品的研发 我得很关注它 这产品设计得合理 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而且这时候怎么样 我得去开拓市场 所以说我相关的这种 市场的这种营销的费用会比较高吗 做广告做宣传是不是 做促销是吧 这是你关注的地方吗 这是你还关注 我赚多少钱吗 你在初创期段的时候 不用关注赚多少钱 你赚不到多少钱 那时候我们讲叫烧钱的 是不是 那么在成长阶段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在考虑到 这是我们的利润 那应该是我要考虑的 是不是 你别对我投资这么多 到底合适不合适 值不值得呀 是吧 这时候要关注一下 就是我要增加这个销售规模的时候 我能带来利润到底能增加多少 如果达到成数阶段的时候怎么样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要考虑到 怎么去管控我的费用了 是不是 因为在成数阶段的时候 你在扩大销售规模已经 没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了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得按照既定的那种销售规模 我只要是把我的内部的这些成本费用控制好了 那不就可以增加我的效益了吗 所以说 这时候呢 你的成本费用管控 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所以你在这个预算目标确定的时候 这是重点要把握的地方 把这些东西要能清楚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预算目标的确定方法 关注确定方法呢 几乎是每年都会考我们一个 所以说呢 这里面的每一个确定方法 我们都会用啊 就得考哪个 我老家也不知道 所以说 对每个方法 我们都要熟悉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方法 利润增长率法 这啥意思啊 它是根据上一期的利润总额 然后呢 结合你的增长幅度 就是增长率呗 从而怎么样 测定出你的目标利润来 那么这里面这个增长幅度 的增长率怎么算出来的呢 它是根据你过去这几年的 一个利润的平均增长率 一说平均增长率 有两种平均方法了 一个是算术平均法 一个是几何平均法呀 那这里面呢 我们说的 通常用的就是几何平均法 来算这个利润增长率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几何平均增长率 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那这时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个式子挺热闹 是不是 说上期利润 除以七期利润 然后开多少次方呢 报告期是几 就开几次方 后面减一 是吧 这么热闹的这个式子 咋来的呢 比如说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 假如说这块是2021年 这块是2020年 这块是2019年 这块是2018年 这块是2017年 那就是意味着 比如说我现在怎么样 我现在要 这个预测一下 这个22年的一个目标利润了 那现在呢 就是我们要 这个测定一下 或者确定一下 22年的这个目标利润 那就意味着 所谓上期的利润 总共是指谁呢 那就应该是指我们 21年了 是不是 那比如说呢 在这里面怎么样 我给你看一看 比如说我这个21年 这块利润 假如说多少 那假如说这块是 这个5000万 20年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块是 这个4000万 19年这块 比如说3500万 这个18年这块呢 假如说这块是 这个 3600万 17年这块呢 比如说多少呢 假如说这块是 这个2800万 这就是你每年的利润情况 这相对是连育给了 这个5年的利润了 是不是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这个 预计一下 说这个 2022年 这块的利润 应该多少吗 目标利润 不就这意思吗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21年这块 代表的是我们这个 根号里面的上期的利润数 是不是 那下面基期 以谁为基期呢 我们比如说 以2017年为基期 那好了 那所谓的这里面的 这种几何平均法 来算增长率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就把这个基期数据拿过来 然后呢 这块的21年数据拿过来 那就意味着 我用2800乘以什么呢 乘上一个平均增长率G 我要求的G是不是 几年呢 看好了哈 17到21年 这是连续5年的数据吗 那连续5年数据的话 就是从17到21 你说多少次方呢 有人说 这还用数啊 五次方呗 那就错了 那到底多少次方的时候 就看什么 看这多少间隔期 这是一段 两段 三段 四段 那就意味着 应该是四次方 这就所谓的 这个报告期 就这意思 我们过去联系五年 相当于是 五年数据给我们之后 我们间隔期是四年 那么就意味着 2800按照四年来算的话 每年增长率 如果为G的话 就可以得到多少 那就可以得到 这块的5000 你看 这不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我们讲 货币生价值的时候 不原来学过的吗 不就是一个 负利中值算法吗 那这时候你会求G 这增长率G等于什么呢 它是不是应该 开四次方是吧 多少呀 是不是应该是5000 除以2800 是吧 是不是在减一吗 你看这个式子 出来了吗 就这么来的 其实我们在算的时候 还肥得给它 导成这样的式子吗 没必要 那我上面的式子 搞明白就可以了 是吧 这叫几何平均法 那我刚才说过了 说要算增长率的时候 用几何平均法之外 还有一个叫算术平均法 是不是 那这个算术平均法 怎么来算的呢 算术平均法的话 就意味着 你看看 17年是2800 18年是3600 那你说 这一年增长多少呢 那这一年增长率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是3600 往后减去2800 除以2800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 这一年增长率呢 那就说相对是 相对是18年 这块增长率 是不是 那同样道理的话 那你能够给我算出来 这个18到19 这一年的这个增长率呢 那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用3500 减去3600 再除以3600 是吧 那这一年第二年增长率 不出来了吗 一系列推 是不是每年增长率 都可以算出来了呢 好了 四年增长率算出来之后 四年增长率求和 除以四 那就是一个算术平均法吗 这明白了吧 好了 那我们说呢 你这个几何平均法 算出增长率之后 那我们上期的一年 指的是哪年呢 指的是21年呢 那就用5000万 这乘什么 乘上 一加上增长率 不就全了吗 那说我们按照这种方法 算出这个目标利润之后 是不是拿的 可以直接用呢 那注意呀 通常我们还要有个 合理调整的 是不是 那你考虑考虑啊 我们还要有相关因素影响的是吧 我们再做个调整的 还得 未必拿来直接用 都是这个注意一下了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个例子吧 那这里面呢 他说了 给了这么五年的数据 是不是 然后我们来测算一下吧 就数改一下呗 然后他说怎么样 根据几何平均增长率 来预测一下 22年的利润吗 那我们来怎么做呀 首先我们算一下这个增长率吧 那增长率的话就意味着 把这个首相拿过来 把这个墨相拿过来 是不是 不就可以把这个设计出来了吗 后边减一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21那时候怎么样 代表上期 17年代表基期 是吧 算出这个增长率之后 怎么样 我们在21年基础上 直接乘上 一加15% 不就行了吗 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说 难度并不大 是吧 基本的这种思路 我们要有 基本思路要有 基本思路有了之后 具体考不考试 人家的事情 是不是 是我们高快的考试里面 没有说哪个地方 这个不能考的 那就是完全看什么 看出题人自己的意愿 我想考哪就考哪 反正在教材里面有 对不对 所以一旦考到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有很多考生 他就扔了分了 对吧 那是很可惜的 难度又不大 你扔它干嘛 接下来 再看下个题 这是一个原来考过的一个题 一个真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贾公司呢 为国有大型的集团公司 实施这个多元化的经营 他说结合集团的发展战略呢 董事会 他说对这个集团公司 2019年这个经营业绩的 预算的总体要求是什么呢 他说营业收入增长率要 达到10% 营业利润率呢 他说预计为12% 贾公司呢 2018年预算的分析情况呢 给了一个表 那这里面呢 你注意一下 这块给了17年的实际数 给了营业收入啊 利润总额啊 还有这个营业利润率 那么这里面是18年的 预算的目标 这件数给你了 跟这一线相比呢 我们有个木耳的要求 那这边呢 我们说有个18年预计的 一个实际可完成值 说预计的实际可完成值 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要这个确定 19年这个业绩的时候 很显然19年还没来呢 是不是啊 那就是18年还没结束呢 可能呢 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这个18年第四季度了 但是还没到年底呢 那就意味着这些数 都是预计能够达到的数 那叫预计的实际可完成值 那么同样呢 按照预计的实际可完成值的话 我们和上线区比 也有一个差别 是这个意思 得搞清楚了 可能我们有态度的考生 就不知道它啥意思 是不是 什么叫做目标值 什么叫做预计可完成值 那就说明还没结束呢 那如果结束的话 那不就实际完成了吗 那就不叫预计可完成了 是吧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求 他说呢 根据2018年营业收入的预计实际可完成值 注意别选错了 如果你把这18年那个目标值拿过来了 就完蛋了 还有就是董事会呢 他的一个提出的要求 说营业收入有个增长率 是不是 说营业的利润率呢 有一个百分比 他说呢 根据这些呢 计算一下19年营业收入是多少呢 然后这个利润总额目标多少呢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那按照这个董事会要求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收入增长率要增长10% 对吧 而18年的预计的实际可完成值是765 好了 算出结果来了吗 那么董事会要求这个营业利润率是12%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照你算出来这个预计的收入乘上12% 那不就是你的目标的一个利润吗 这就出来了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二种方法 就是比例预算法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看一下了 说你这个需要确定这个目标利润吗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利润这个指标 还有呢 和他相关的一些指标呢 往后我算出个比例来 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比例来测算一下 你这个目标利润了 那我可以采用有哪些比例呢 这里面呢 我们介绍三个 一个就是营业收入的利润率 再有就是这个成本费用利润率 还有一个呢 就是投资的这个资本的回报率 我们用这三个比例 均可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营业收入利润率 成的是谁 那你注意 你这个比例的分母是谁 就成谁 因为你要算营业利润率的时候 你是用利润除以这个收入吗 那就说我们就可以根据你合同出来 这个营业收入利润率 直接乘以预计的收入不就OK了吗 那么再有 你同样也可以用成本费用利润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呢 它是用利润除以这个成本费用 对不对 那同样的我们说你这个成本费用利润率 你可以看看这行业的均值多少 或者我们可以选个过去最好的水平也行 那然后怎么样 我乘以预计的营业成本费用 那不就OK了吗 下边这个投资资本的回报率是一样 那么投资资本的回报率 分母呢 就是你的投资资本的一个平均数吗 做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乘以什么呢 你看看你预计的投资资本平均是多少 一成不就OK了吗 那这里面就生了什么问题呢 说你这个投资资本的平均总额啥意思呢 平均总额的话不就像那是年初加年末除以二了 那不就可以算出平均数吗 然后紧接下来 那这个投资资本是什么东西呢 投资资本就是有息负债加上股东权益呀 那叫投资资本 所以说呢你年初的时候有息负债和股东权益求和 年末的时候有息负债和股东权益求和 那就说你年初投资资本有了 年末的投资资本也有了 然后年初加年末除以二 平均数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关于这个投资资本的回报率 我们将来在这个企业绩效评价这块 在关键绩效指标法里面 有这个指标算法 那我们在关键绩效指标法里面 算投资资本回报率的时候 它是用税后的经营利润 除以平均的投资资本的 那个税后经营利润我们的教材里面叫 税前税后利润 那个叫法我们不管它了 而且那块算还有问题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把它称为叫税后的经营利润 那么如果说你这企业里面如果没有利息问题的话 没有利息那不就相当于是税后利润 除以平均投资本了吗 但是呢你注意一下 我们这一块其实确定出目标利润来 那个目标利润其实是个税前利润是不是 那你也不用去担心它 如果说你按照这种方法 测证上是个税后利润的话 那你再把它转成税前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不影响 这个不影响 你就记得看提的要求 它算的是什么结果是吧 不用纠结自己 不用纠结自己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案例 某集团公司呢 今年的营业收入是2950亿元 利润总额呢为120亿元 根据预测呢 明年的营业收入比今年的要增长8% 营业收入的利润率呢 预计较今年要提高0.5个百分点 看消息 根据比例算法呢 来预计一下明年的收入总额 还有这个利润总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个明年的收入算的时候应该不难吧 告诉我们今年的收入了 告诉我们明年增长率是8%了 明年的收入不就出来了吗 那接下来 他说这个营业收入的利润率呢 他说明年的时候要比今年怎么样 他说要提高0.5个百分点 这时候呢我们有的人要开始错了 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看 那你今年的这个营业收入利润率多少呢 那今年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 应该是用你的这个利润出于谁呢 出于这个收入是不是 那我们说你明年他说要和今年相比要提高 0.5个百分点 提高0.5个百分点的话 你注意是直接加上5% 他和这个提高0.5% 一个意思不 肯定不是一个意思 如果说是提高0.5%的话 那什么意思 那是应该是在我们上级技术上怎么样 是直接乘以1加上0.5% 就是你看看含义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种统计学的描述啊 别给人家错了 如果这些东西也错 哎呀那就很可惜了 是不是啊 那很可惜了 那接下来怎么样 他说你明年的利润总共多少呢 那就是按照我们算出来这个 这个明年的这个营业的收入利润率是吧 然后直接乘以什么呢 乘以这个明年的收入 那不就算是结果来了吗 这个应该也不难啊 没啥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三种方法叫上加法 这个词整的还是挺抽象是不是 上加法说白了就是一个倒算呗 那就说根据你这个企业 它的留存收益的这种增加数 然后你挤出你的净利润 挤出净利润之后呢 再把它转成税前利润就OK了 那么怎么来转呢 那这是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作为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你考虑一下 它所形成的净利润不就是两个去向吗 其中一个去向怎么样 我是当作鼓励分走的是不是 另外一部分去向 那不就相当于是留存下来的吗 留存在血内部的是不是 那么留存在血内部的 其实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什么呢 一个就是你的盈余工具增加 另外一个什么呢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位分配率增加吗 这俩合到一起不就是你的新增的留存收益吗 对增轻了吗 那好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想一想 那如果要算这个净利润 那净利润怎么算出来的呢 净利润算法 那就意味着我今年看一看 我新增了多少留存收益呢 那么新增的这留存收益有了之后 然后怎么样 把它转成你的净利润 你比如说 我鼓励的这种支付比例 假如支付了30% 如果这支付30%的话就意味着 我留下了70%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新增的留存收益里面 它是占了70% 是不是 70%怎么来的呢 那么就像那是一减30%的鼓励支付比率 那不就行呢 留了70%吗 你这个新增留存收益是占70%份额 是不是 好了 两个相处 你不就可以挤出你的净利润了吗 对吧 这应该不难 是不是 那么当然我们还要说 算净利润也有个方式 最简单 好了 比如说鼓励这块告诉付货 假如这块告诉你300万 留存这块 比如告诉你700万 没问题了 300加700 那不是1000 那不就是你净利润吗 所以说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算净利润 也没问题 是不是 那接下来怎么样 说我们净利润有了 要算出税前利润来 那你再除以一减所得税率 不就回去了吗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他说某公司预算年度 他说计划要新增留存收益 1260万 是新增的留存收益 预计的股利的分配率是30%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新增留存收益 相当于在净利润里面占多少份额 占了70%份额吗 他说适应的所得税率是25% 让我们来测算一下 你这个利润总额多少呢 那既然你这个股利的分配比例是30% 那我们说了 你这一块的这个留存收益增加数 那就相当于是占了70%份额 不就可以算出你的净利润了吗 净利润有了之后 然后再除以这个意见所得税率 转成税前 OK解决问题 这个口算都可以是吧 我们高快考试你注意 基本口算都可以 没有复杂的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方法 就是标杆法 这什么意思呢 说白了就是我要找一个榜样 是不是 以谁为榜样呢 你可以把那个企业历史上的 那个最好水平拿过来 找到我们的辉煌的时候 是吧 看看那个利润水平的高 这叫内部标杆 是吧 当然也可以怎么样 在这行业里面 看那个领头羊 把它那个盈利水平拿过来 这叫什么 这叫外部标杆是吧 那用这种方法来确定 这个预算的目标 这叫标杆法 那么按照标杆法来确定 这个预算目标的时候 你比如说跟过去相比 现在怎么不行了呢 得找找原因是吧 说根据这个行业的 这个领头羊去比一比 哎呀 看我自己差距挺大 是吧 我们还有这个更大的空间 我们去努力去奋斗 所以说怎么样 就可以发现自身的不足 发现不足了干嘛呢 你就得采取措施是不是 你采取措施 在这里面呢 那我们说这种标杆法的应用的时候 你在选的标杆很关键是不是 如果说你这个外部的标杆 就是外部的基准 你比如选出来之后 哎呀 你看看我跟那个行业老大去比这个差距太远了 不是一个重量级啊 其实有的时候呢 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也得一个考虑全面一点 是不是 你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时候拿过来 其实对你的指导作用不大 是吧 你非得和那个世纪五百强 那个排名下几倍的去比 那 那不类似你也追不上啊 是吧 当然我们想法是好的 是不是 看看啊 学生人家 这个 人家的优势在哪 看看我们的部族在哪 我们学生在哪 这个有些问题 我们该克服克服 是不是 想法是好 可以督促自己奋进 是吧 如果到我们这个个人身上来讲的话 这个人比人得累死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老家有说 哎呀 比来比去比什么比呀 是吧 自己努力奋斗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本量力分析法 那本量力分析在这里面怎么样 这个本讲的什么 讲的就是你的成本了 那么这个成本呢 讲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 合在一起的 量呢 就是指你的产销量了 通常情况下 用本量力分析的时候 都设定为叫产销均衡嘛 就是产量等于销量 利呢 就是指利润了 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 是吧 那么这三者之间关系呢 我们列出表达式来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产销量 成上售价 不就是你收入嘛 收入呢 然后我们减去这个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的话呢 意味着你是和你这个 产销量变化而成正位的变动的 是不是 就是用产销量 成上单位变动成本 算出个变动成本总额吧 然后这固定成本呢 是不随产销量变化而变化的 是相对稳定 所以减掉 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算出结果来什么 那不就相当于收入 减变动成本 减固定成本是不是 那这里面你注意一下 减利息没有啊 没有 减所得税没有啊 也没有 所以说其实 这个利润算出来之后 准确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一个 息税前利润 是不是啊 是息税前的利润 那很显然在这里面 就是说 我如果不考虑利息问题的话 那不考虑利息 比如说就没有了 那不就等同于税前利润了吗 是这个意思 像我们考试的时候 没给你就不要考虑它 不要给自己 哎呀 你看我得把它考虑考虑 说这个息税前利润 跟我们那个税前利润不一样啊 人家没够的利息 你想这么多干嘛 这题简化的时候 他总觉得 我这水平 能不能考我 这么简单的东西呢 你非得自己 给自己加点东西 结果把自己的 加到那里面去了 掉到坑里面了 结果分别拿着 是吧 不用去给自己 非得考的那么齐全 我们一定要注意 高快的我们考试里面 绝对不会说 在那里面 给你考超纲东西 没有意义 然后这里面呢 你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词出来了 就是你单价 减去单位变等成本 这块有个叫单位的 边境贡献 那单位边境贡献呢 然后我们乘上产销量 这块有个边境贡献总额 注意这些词 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 中级的这个 快语制程考试里面 像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 都是重点的东西 是吧 大家实际都是学过的 那现在我们 都不搞这些东西了 是吧 我们现在拿来直接用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算出利润的话 其实就是边境贡献 减固定成本了 是不是 也就意味着我们 在考试的时候 其实用的比较多的 就是第一个词子 这块用的最多的 那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下 你看看我们算这利润的时候 现在是呢 产销量啊 单价啊 代表变成本啊 固定成本 是不是 那么你想想一下啊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利润呢 产销量啊 单价啊 单变呢 固定成本 这里面给你任何 比如说 这个 四个 比如说告诉你这个目标利润 告诉这个产销量 告诉这个 单价 比如说我再告诉你固定成本 我就告诉你任意这四个 你能否给我求出第五个变量呢 没问题对吧 一元一四方程求解吗 反正整个词子里面 一共是五个量 给你任意四个都可以 我们叫知四求一是吧 啊 要知四求一 啊 一元一四方程求解 这是我们在高会考试里面 你要过关的啊 那我就可以求这个 这种方法要清楚啊 所以说你不要光想着啊 我们这些东西给我之后 我只会求目标利润 那完蛋了 那你不适应我们的高会考试 高会考试一定注意 要会这个 逆印算啊 这个逆印算应该不难 是吧 应该不难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个案例吧 他说某产品呢 预计的单位售价呢 是15元 这个销售量呢 预计为230万件 固定成本总额呢 150万元 适用的企业所的税率呢 是25% 要求呢 他说要想实现 最低750万元的净利润 看好了啊 他说计算的该企业 单位的变动成本 应该最高是多少 那你要贵代入的啊 这种错了 因为用到我们刚才 那本量的分析的时候 那里面用的是吗 用的是可能税前的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净利润 你要把它转成税前 转税前的话 就意味着 你得除一个 一间所得税率 是不是 好了 算出税前利润了 那税前利润有了之后 你看看 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吧 反正我告诉你 其中四个量 你看 我产量量告诉你 单价告诉你 固定成本告诉你 往后利润知道了 你看 知道四个 我就可以求任何一个来 所以说 单价变动成本算出来是 每件十块钱 这就是我们高快考核的水平 就这么个情况 是不是 这些方法呢 我们会用就OK了 也没有什么难点 没有什么难点 就这么个情况 感谢观看